为何去年长城汽车还在命学一线,今年却一路飞涨?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 长城汽车是成立于1984年的中国汽车品牌 总部位于河北省宝定市,一家运动多功能车的制造商 在芯片、动力电池等关键零部件出现供应紧张情况 不少国际车企因此减产、停工、销量严重下化 但长城汽车今年上半年的表现却十分亮眼 今年10月份发布的《产销快报》 公司旗下五大合金品牌销量也环比其改善 10月海外销量14,074辆,环比增长23.08%,占总体销量12.6% 并且公司新增布局巴基斯坦与老挝市场 已布局市场如俄罗斯、泰国、南非、中南美等市场的 10月销量也持续提升,均创历史性高 在巴基斯坦的组装生产项目也在加紧筹备中 而在公司内部方面,长城汽车进行了大范围股票激励 2021年5月,长城对8784名员工 推出20亿元股权激励计划 平均每人22.8万元 最大程度实现了员工与企业价值的深度把定 有利于促进企业长期稳健的发展 当然,上半年利润的提升 股价的疯涨以及坦克品牌的成功 并不意味着长城汽车目前没有短板 高端品牌Wii出现下滑 以及长期被诟病的轿车型开发等问题 仍然无法解决 如果公司新产品国内外推广进展顺利 新能源车型占比快速提升 新产品大周期稳步开启 中期业绩修复确定仅高 预计公司将维持盈利 但如果受到缺新的影响超预期 以及乘用车行业需求低于预期 可能会对盈利产生影响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想要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澳洲的朋友 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3-8658-0602 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收藏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